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外交圈砸锅了 为什么 不是才刚刚去而已吗 怎么现在告诉我们 不跟我们当朋友了 这个是我们的友邦宏都拉斯 他们的总统卡斯楚 在Twitter上头发了个声明 说已经指示他们的外长 要跟中方建交 换句话说 我们是不是又少了一个朋友 消息一传出 大家马上问外交部 他们的讲法是 还在了解当中 然后把他们的大使叫来 跟他讲不要落入别人的圈套 可是卡斯楚说得很清楚了 毕竟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就曾经讲过 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 就会立即跟中方展开 外交还有商业关系 可是你会问 不对啊 是先前去年的事情而已 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 不是才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吗 那个时候 还很多人看到新闻说 哇 我们台宏关系 坚弱磐石 为什么 因为他们总统看到赖清德说 眼眶泛泪 那个时候是怎么一个状况 说他们两个人见面 然后卡斯楚就想到了 当年他老公是总统 然后后来被政变 之后他的女儿身怀六甲 还跑到台湾来 我们帮他做政治庇护等等 说讲到很感动 眼眶泛泪 怎么会 没多久之后 就变成要跟别人当总统 当这个好朋友呢 因为那个时候赖清德还讲 说他已经圆满解决 维系邦誼这件事情 一年不到就变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称 就是对案在搞鬼 包括谁 今天立法院里头 国安局就讲了 为什么会跳在这个时间点 他会说是因为 你看蔡英文四月 要去美国过境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不欢喜啦 不喜欢他访美 那邱国正也说啦 说这个呢 不排除了这种可能 就是中共在刻意打击 甚至 我们的立委 何志伟他是怎么讲的 他说 我觉得挑今天是为什么 今天早上赖清德 不是去登记吗 说他要参加民进党初选吗 就是有人故意再搞我们 好真的是这样吗 还是在外交上头 我们罗斯松太久了 就不讲这几年来 我们到底少了几个朋友 眼前还有一个可能会掉 就是巴拉圭 巴拉圭呢 四月要做总统大选 而现在呢 他们一个在野党的参选人 已经讲了 当选之后 就会跟台湾方面来断交 外交账 现在看起来 正在进行当中 台湾到底准备好了吗 还是现在 跟美国走近一点 就是有保证呢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呢 你这样一连讲讲 讲到这边 好像消息都不太好 对不对 最近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什么 是这个秘国 秘克罗尼西亚现在说 要转向跟我们来当朋友 而且他这个转向呢 所罗门这边的学者 同样是太平洋岛国这边的学者 他们讲 他们说呢 基本上西方呢 是不会鼓励外交转向的 如果说他们真的转向台湾的话 那就是中方的一大挫败 外交账 现在看起来 已经不是两岸之间的关系了 是哪里的关系 是美中的关系 因为台湾后面大家认为 站着的是美国 可是中美之间在外交仗上头 你必须讲啊 最近包括了伊朗 还有沙烏地阿拉伯 他们的复交 其实呢 就对于美国来说 是打了一巴掌 所以大家怎么看 包括世界青年报就在讲了 他们的看法是 华盛顿下影响力 好像是在全球的新秩序下降了 外交政策也在说 说其实现在美中对决 是不是已经陷入一个 比较严重的漩涡 因为美国现在好像不分党派 对中都是鹰派 那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 真的两方之间 会不会最后就会有 相关的冲突 或者火药味太过浓厚了呢 美中之间台湾夹在中间 那现在看起来 到底台湾应该要怎么样做 才是对自己最友好的利益 有没有把自己放在中间来思考 因为你来看看 昨天跟大家讲了 说前白宫的国安顾问 欧布莱恩这外媒报道 讲说有可能 开战的话 美国会要摧毁台湾半导体 说这个是他讲的 但他今天出来连发三个Twitter说 这一切都是什么 都是中共的宣传 还有假讯息 他没有这样讲 会毁台的 只有习近平而已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先前我们就已经有听过 类似的说法 有智库有做过类似的研究 所以如果科学一点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我们还是必须要步步为营 对吧 所以前经济部长 尹启明就讲了 我们要慎防的是什么 慎防的是背后的阴谋 慎防的是不要被人家 先则鼻子走 特别是下在台湾 不能怀疑美国啦 在昨天国会殿堂里头 高金还有陈建仁行政院长 两方的这个讲法 陈建仁直接呛 这个就是以美论 好像现在呢 以前都讲说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现在不是 现在就是如果你不想跟美国站在一起的话 你就是以美论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扣帽戏码了 毕竟在台美关系 目前有军事专家就告诉我们 可能不是只会把弹药放在我们这边 原因是现在呢他们认为台美的军事交流之后还有可能就是他们邀请我们来参加 比如说环太军演又或者什么红旗军演等等 过去呢我们其实只是跟他们相关的军事交流很低调 现在不但是公开化而且全部都是很高调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这种各国之间一起联合的军演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所谓的政治天花板会被掀开 台美关系真的坚若磐石 但是对于美中台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来请教兵哥了 现在台湾应该要先注意的是 我们又要少一个朋友 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在预料之中 因为这位卡斯楚总统他实际上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他上任就要跟中国展开很多多方面的关系 那问题是我们的外交部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正在了解中 然后一副好像事情完全不知情被人家摆了一道的样子 真的是这样吗 你们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吗 实际上蔡英文这次要安排出访的行程一头 还刻意就没有安排洪都拉斯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 只是你们故意不告诉我们而已 老实讲蔡英文上任之后断了八个邦交国 这会不会第九个我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过去这八个邦交国每一次 蔡英文跟外交部都好像是被人家摆了一道 好像事前都不知情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的外交官员有这么无能吗 今天接大使刚好不在 如果接大使在 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同意这句话 重点是我们的外交官员其实都知道 是你们上面这些人故意不讲而已 然后一定要拗到最后一刻 然后再把过错全部都推给别人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都演这种烂戏 真的不知道还要演多久 那问题是这一切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其实过去台湾 能够维系这么多邦交国 其实不是单纯只是因为这些国家 喜欢台湾 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因为美国的控制力在背后 实际上我们到现在 还能够维持14个邦交国 主要是美国的力量 那问题是现在这些国家 为什么会一个一个都走 在这短短几年之间走了这么快 其实表示美国在全世界影响力 在迅速下降当中 我想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 对这些国家来讲 过去因为跟美国在一起有好处 所以他们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 那现在跟美国即使 在某一些地方是最立面的 他甚至对他来讲 他在其他的方面 如果跟中国大陆 能够有进一步的交流的话 对他来讲利益更多 所以很多国家就会做这样的选择 巴拉圭也是一样 巴拉圭当然现在这个是在野联盟 他们的执政联盟的 目前执政党的候选 如果当选他是说 他绝对会维系跟台湾之间的邦交 可是在野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因为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个人主张 是巴拉圭很重要 他们的农物产品的 相关的这些协会的主席都认为 因为他们主要就靠外销 这些农物产品为生 可是因为跟台湾之间的这些邦交 造成了他很多东西 没有办法销到中国大陆去 这就是一个单纯的利益问题 那在利益问题的情况下 我觉得世界各国恐怕越来越 会往天平的另一段移动 这是不真的事实 至于密克罗提西亚 我就觉得很好笑 人家是直接摆明了开价 开价叫我们去买 那问题是我们今天如果能够买 那改天老公就可以 再花更高一倍的价钱 再买回来 那我们做这样的外交的意义 到底何在呢 所以我觉得台湾必须要看清楚 我们现在在世界上 到底处在什么样一个位置 你要改变整个的外交策略 而不是在像过去这样子 不然的话我们只有慢慢慢慢 台湾真的就自己被独立了 莫名其妙独立了 因为全世界没有朋友 可是这个欧布莱恩我觉得 他现在再出来讲这个东西 讲的一副好像 都是别人乱写的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报道这个不是台湾媒体 是美国媒体 你去告Business Insider 那实际上他不是第一次这样讲 他去年11月就已经讲过类似的话 那你们自己讲的话 到最后又要说 这就是老共的阴谋 这就是认知作战 那请问一下到底是怎样 你们讲的话到底算数还不算数呢 实际上现在的情况非常明显 美国是有可能 在对他有利的时候 他要拉高两岸之间的紧张局势 所以他会不会找台湾 去参加环太平洋军员 我认为是有可能 其实过去好几次 他已经叫我们去当观察员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说当两岸之间 变得更针锋相对 对他来讲是有意义的时候 他可能就真的会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问题是 台湾的选择权在哪里 我们真的要去面对这种东西吗 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在意就是到底 台湾现在这个民进党政府 他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 来卓老师原因是因为 现在他们看 洪杜大师这件事情 他们是怎么讲的 他们是说挑这个时间点 就是因为蔡英文要去访美 甚至何志伟是说 是因为赖清德今天登记 到底他们了不了解 事情问题的根结点在哪里 上一次 上一次中共禁止 一些台湾的农产品 到大陆去的时候 陈吉仲农委会主委说 是因为他确诊了 所以大陆才有这个行动 我觉得有些说法 真的是经不起考验 而且真的是把大家都当傻瓜 我给大家看就是说 到底这些邦交国 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的确这些邦交国 在我们的整个对外经贸的比重 占的是非常低 但是因为根据国际法来说 一个国家成立的条件 其中之一是对外交往的能力 也就是其他国家 把你当作是一个国家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的邦交国对我们中华民国 继续在国际社会成为 继续成为一个这个主权国家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想尽办法去守住我们的邦交国 特别是在马总统时代 那个时候还提出了 这个所谓的活路外交 来停止两岸在外交战场上的 这个争夺来巩固我们的邦交国 很可惜的是当时蔡总统 把他称之为是所谓的 这个休克外交 说认为是这样子的做法 是有问题的 认为是不够积极的 那当然今天我们看到 蔡总统执政了七年以来 断了八个邦交国 那当然我们现在要在第二步 来看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才兵哥讲到 就是说我们的邦交国 为什么能够维系 美国的支持很重要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邦交国很多是在 中南美洲 特别是在中美洲 中美洲国家 他们有一种倾向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 团结的一个趋势 就是大家都会一致行动 所以过去来讲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的 邦交国很多 所以大家彼此相互支撑 就使得他们就一直能够 维持跟我们的邦交 请各位看这一张图 这张图里头 其实就是我们在中美洲 过去中美洲的地图 过去我们的邦交国 那现在过去 那在这个蔡政府任内 在唯一一个破口 第一个破口出现的是在 陈水扁任内的 哥斯达里加 在这里 然后第二个 接着在蔡总统任内 从巴拿马开始 一路往北 我们几个邦交国 都陆续的断交 哥斯达里加在这里 那么巴拿马 是在蔡总统上任之后 2017年断交的 然后接着是 尼加拉瓜 2021年 然后接着是今年 有可能的出现的 就是这个宏都拉斯 其实宏都拉斯旁边 还有一个国家 叫做萨尔瓦多 也已经是在前几年断交了 在2019年的时候断交了 那当然我想这一些 外交上的这个困境 我认为我们需要 很认真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当美国的势力 逐渐的受挫 当美国的重心 逐渐外移的时候 我们知道今年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个 美国原来一直说 要加强援助 这所谓的北三角 宏都拉斯萨尔瓦多 跟这个瓜地马拉 但是呢 他的援助没有到位 没有有效地改变 这些国家 甚至去年 在这个美洲高峰会的时候 宏都拉斯的总统 都没有参加 那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现在外交后院 我们的外交邦交国失火了 结果美国的这个 国务卿布林肯在哪里 他在非洲 所以我认为 这个时候我们只有自力自强 我们只有通过 不能够依赖美国 不能够完全依赖美国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方法 过去的活路外交 曾经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今天我认为 蔡政府应该认真去思考 我们到底还有没有 其他的方法 是能够维系住 我们基本的邦交国的数目 是 萨尔瓦多是107年 或2018年断交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呢 其实在整个局势上面来说 我们在意的就是到底 我们的主体价值在哪里 他到底知不知道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先问一个 因为您今天有提到 因为我想民进党最近 都在操作一个叫做 以美论 美国是不可以怀疑的 所以信美国 信美国得永生 因为信美国一定会得到永生 美国是绝对不能够怀疑的 这好像有很多的信徒 他对于他的神的信仰 是绝对不会怀疑 所以他能够得到永生 对民进党来讲 美国就像他的神一样 你只能信仰他 你不可以怀疑他 所以你一定可以得到永生 既然是如此的话 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一次 他们的国务院在编预算的时候 他们对于南太平洋的三个岛国 编了71亿的预算 给密克圣罗尼西亚 密克圣罗尼西亚 33亿美元 而且是分20年给 是强制性的预算一定要执行 这样的一个信仰 给帛琉都给9.1亿美元 20年 帛琉2万人口 密克罗尼西亚 10万多人口 给了33亿 每年给1.62亿美元 每年 美国为了想把这个国家买下来 不让他跟中共大陆太密切 所以蔡英文你信美国 你得永生 你就应该要求美国 说你帮我们搞定宏都拉斯 这美国的义务 美国可以买下帛琉 可以买下密克罗尼西亚 美国当然也可以买下 这个宏都拉斯 美国那么有钱 美国当然可以买下来 我们毒株也吃了 我们台积电也被搬走了 我们花了几千个亿 买了美国的这些 对我们台湾防卫上 没有真正很有用的 这些军备 10%的回扣 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我们一般来讲 军火界里面 大家都知道有个公开秘密 叫做10%的回扣 都不知道流到哪里去 几百亿 几百亿的台币 都不知道流到哪里去的情形下 请问一下 你蔡英文 你应该跟美国要求一下 为我们做一点事 我们的成见人 都信美国得永生了 他不是天主教徒吗 他都信美国得永生 因为美国是不可以怀疑的 就好像他的信仰 是不可以怀疑的一样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 这个你的神 你的美国神 要为你做一点事呢 我觉得这个是 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一个如此浅诚的信徒 蔡英文 你应该做一点事 另外 赖兴德 你也应该做一点事 你已经还没有 还没有竞选成功 你已经在外交上挫败了 你说宏都拉斯已经搞定了 没问题了 今天就破功了 你赖兴德 你还选什么选 你还没选上 你已经破功了 你选上以后 我们还要赔了多少 我觉得不要选了 可以了 你已经证明 你的外交是没有成功的 因为你说谎 要不就是你无能 好 好